在整个神圣护导里面 你会发现有太多的因素 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拉着 然后我也刚刚你说的 我们总是一直在yes跟on 我们总一直都在二分法当中挣扎 那他有提到如何成为三 三出现的词 其实就是这两个整合为一 那如何能够这样子呢 所以就在我们那个星座跟内在工作里面 就开始打下这个基础 不管我去观察我自己 不管发生什么 都我内在的那个觉知 我内在的那个感知 让他继续运作 然后我不是说yes或no 我知道yes 我也知道no 但是我不去抗拒 我也不去观察 让他继续运作 但是我内在那个工作还是继续运作 所以我们没有改变什么 可是当我们这样 一直维持着这样的观察之后 事情就重变了 我们没有改变他 他改变了 另外一个也会说 其实我们的意识状态 我们的生命状态也因此而改变 所以对我来讲 神圣舞蹈非常的重要 但是更重要要配合这些内在的工作 在舞蹈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真是一把力尖 炎花和剑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慈悲 那我觉得神圣舞蹈真的 里面有智慧也有慈悲 而且是两个密切的配合 不然的话我们跳不出舞来 我们也显现不出神圣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